好,那現在回來了 現在當然還有很多人想去海外居住 現在網上很多討論都是怎樣移民 加巴厚先生問世侄女為他想去外國 要看看他想怎樣 加巴厚先生問他都喜歡音樂 本來考慮送他去奧地利 但是奧地利會不會很混亂呢? 又不會 如果你看看奧地利 你可以參考一下 之前在無線做的姓楊那位先生 他過得很疏乾 真的不錯 如果有銀的話去奧地利 真是不錯的事 如果他喜歡去奧地利讀音樂的話 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我也是就事論事的 我不是教人移民 有些人說你教人移民 有些人都要他們自己想移民才行 有些人都不是想移民 他想移民的話 如果想去奧地利 我覺得奧地利很棒 如果我有機會我都會去奧地利 但是你說歐洲會不會很混亂? 待會會講一下歐洲的情況 但是你說奧地利會不會很混亂 我覺得不會太混亂 就是奧地利這個地方 就是奧地利是一個中歐內陸國家 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如果是去讀音樂的話 其實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你就要懂當地的語言 就是德語 其實就 那你就要學德文 德文的喉音我犯不了 就是有些人教我講的 因為我認識一些南非人 那些南非人他們說Afrikaans Afrikaans 他們有一些荷蘭文 因為荷蘭文、德文那些 喉音很厲害 我全部都講不到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學極都學不到 那些喉音 可能小時候沒有教這些喉音 就是喉音就搞不成功了 如果是去奧地利 我認為就先學了德文 這個比較重要 我不懂德文也可以 那去了奧地利的楊先生 他就不用怎麼賺錢 又不用怎麼讀書 又不是去那裡讀書 他懂不懂德文 他就沒有影響 如果那個楊先生 就去退休 如果他退休的話 他當然什麼所謂都沒有 老實說 他退休的話 他不懂得說 那裡的話 根本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如果你去到是要讀書 是要賺錢 那你一定要懂當地語言 對不對 小南說 德文是最難學的 是很難學的 但是 那個喉音 是很多人搞不成功的 我發現唐人也是搞不成功的 托德車就說 楊英偉移民 奧地利說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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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大屋 但是人家香港有多少錢 有收租 他們租金真的是便宜的 這個一定要說 奧地利的租金真的是便宜 他們食物也是很便宜 不過這個當然 你一定要吃回當地人吃的東西 你要吃唐人東西 當然是不便宜 你要吃當地人吃的東西 其實是很值得 加炮先生說他幾次德國比賽 他應該沒有問題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有朋友 本來是尼泊爾人 他就在德國那裡讀大學 其實 這個我很操淺的看法 就是 德國是不錯的 德國奧地利的大學也是不錯的 居住成本又不算高 如果你跟澳樓比較 是一個好很多的地方 就是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這麼說這些地方 你自己看看澳樓的實際問題 真B師也有說 這個生活成本危機 就是澳洲的生活成本危機 新西涵一早已經有生活成本危機了 這裏很嚴重 那麼 Jacky 兩樣的法文 好像更難受 法文又好一點 說真的 我也聽過法文說過幾次 我也有學過的 但是法文是沒有德文那麼難 我覺得 拖得車說 昨天看到新聞 有一個BNO 在英國自尋短見 真是可惜轉了牛角尖 其實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本身有很多問題 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你是解決不了 你自身的問題 舉個例子 就是 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有很多問題 已經 結了婚就可以解決 這個 情侶之間的問題 很多都離婚收場 因為結婚 是解決不了你們之間的問題 其實是 哈哈哈哈 就是我不是想笑人 這個幾個這麼說 那加碼 師先生說 生活費應該沒有問題 你說得到 是小侄女 你也會支持她 所以應該也是 沒問題的 那我當然知道 沒問題的 那 其實奧地利是不錯的 這個地方 就是我的理解 我也很嚮往這個地方 真的 老實說 你也看到楊英偉 他買很多東西 剛才我說了楊先生 因為我不想說他的名字 接著有網友 劉若宣言 就說楊英偉 就說完 開了他的名字 楊英偉 他說的那些東西的價錢 是真的很便宜的 就是 在澳樓 他買的那些菜 起碼要給雙倍的錢 哈哈哈哈 我沒所謂 我習慣了 其實因為已經 我就覺得 算了 這個地方是有便宜有貴的 有些事情就算了 我沒有所謂 其實 還有 有些事情 一個人會說 你不去那裡 那裡那麼好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會綁住你的 譬如我有家人在這裡 我在他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我是不會 就是 住得太遠的 很老實說 我可能會出一下浮 但是我不會離他們太遠 因為有事的話 都是要家人幫忙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 Terry Jo說 讀音樂 加拿大的多倫多 都有好的學校 其實 美加有美加的好的 我也很認真地說 美加有美加的好 歐洲有歐洲的好 澳樓都有澳樓的好的 其實 如果你只是想去外國住 要有香港的生活方便 還有 還有 就是那個城市的感覺 其實你只能夠去一個地方 就是叫做新加坡 現在我又用新加坡移民的話術 跟大家說 我沒有做 我要先澄清 有朋友曾經過我去搞新加坡移民 就是幫人搞新加坡移民 那些我沒有做 現在一定要先說 有人曾經過我做 我沒有做 不過我就說他講過給我聽的話術 我就說給你聽 時區都跟香港一樣 所以 你如果一向有炒股 你一向有炒股 在新加坡都可以炒股 在新加坡 新加坡很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家好先生 又說法國又怎樣 其實法國挺好的 我也覺得 就是這樣說 你在當地 你融入到那個社會 譬如你不要 新光太過頸漂亮 那些 就應該沒事的 就是他們那些 就是大城市都是安全 我有個朋友 就是法國南部那裏 他是英國人 那為什麼他去了法國南部那裏 他就說 英國太冷了 就是一些退休人士 他頂不了 他就去法國南部那裏 那 法國南部很棒 就是 那為什麼會認識到那個朋友呢 就是 那個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 那 我的朋友就是 整天都去法國南部那裏 踩單車 就是一放假 他在這裏住 他一放假 就會去法國南部踩單車 那為什麼要去法國南部踩單車呢 他說 那個感覺是不同的 Tour difference 一定是正的 那個感覺是 他就是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改一個例子 如果你說法國 那有沒有有人去意大利 這樣 順便說到意大利 教教老師先生 告訴你 我們這裏有些教畫畫的老師 他會這樣的 他會 這裏冬天的時候 他會去法國和意大利那裏 住幾個月的 教畫畫的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 因為這裏當然是太冷又濕 天氣不好 他們也覺得 法國南部 意大利那些地方 就是Continental Europe 是不同的 英國人也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歐洲大陸才行 其實是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我不是說 要吹捧一些人去移民 不是這樣 不是教人移民 你有心理準備 你知道那些地方有什麼不好 那些地方 當然是 賊多了 老實說 你去意大利 你也知道 還要針對中國遊客 法國其實也是 法國不是純粹針對中國遊客 看到你是外國人 他也會搞你 為什麼呢 你搭巴黎地鐵就知道 我有一個朋友試過 那個是澳洲人 他就在巴黎那裏搭地鐵 這是他們告訴我 的故事 我告訴大家 他是兩夫妻 他老婆 他老婆 不知為何 上車遲了一步 結果 他老婆 就被人 攔在車外面 然後 就搶了 直接搶了他的手袋 搶了他的手袋 很誇張 是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 有時候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那 加巴厚先生 就說 他說法國 就會在陶魯茲那裏住 這個 這個呢 這個就是Toulouse 就是搞Airbus 那個地方 這個陶魯茲就是 我 不是很熟 我要說一下 我大概知道 就是 這個Airbus 整飛機 就在那裏 就是 這個 我都可能讀錯那個名字 我都 不懂的 就是法文 學過一些 但都不能夠說懂的 他那個地方 都很棒 這個是法國南部的一個地方 但是當然 離海 是有距離的 這個Toulouse 他這個地方 OK 就是 我覺得是OK 不過 有心理準備 就是 一定有心理準備的 就是Toulouse 這個地方 他們 夏天會很熱的 就是說 我是香港習慣了夏天熱的 他們又熱又乾的 他們就是這樣 如果他是喜歡外國的 慢活的 其實沒有所謂 我覺得是好事 這個 Camp St. Lo 就是 Toulouse 可以這樣譯吧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是Toulouse 你說是不是Toulouse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加巴克先生 給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Toulouse 那個是對的 我就是 川普書記 老大陸 西班牙南 旁邊 安達 路西亞 地區都很棒 這個 又有歐洲建築 又有伊斯蘭封尺 其實歐洲都很棒 我覺得歐洲是很好的 不過 你說之後會不會打大仗 不知道 這個 是有這個可能的 就是 我也要說是有這個可能 那 Raymondy說得對的 就是有人照顧 可以優先考慮 其實如果有人照顧 是好很多的 尤其是 年輕人 就是有人照顧 看好一點 始終也是 那 修捲兩約法國很亂 其實是這樣 你要明白 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是有這個革命傳統 就是法國大革命 他們有革命傳統 就是他 一侵害到 工人權利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在法國是這樣 侵害工人權利 或者侵害了 他們本土人的權利 他們真的會 發火 法國人 是 之前 我聽過一些故事 就是這樣的 有人在法國 入口西班牙的紅酒 做這一門生意的 他自己不是沒有酒莊 他在法國是有酒莊 不過法國的酒莊 賺不到錢 當然是 他就想辦法 他就想了一條 就是在西班牙 運一車一車的紅酒 放到他自己的酒莊 然後再混合法國紅酒 混合完之後 就賣 因為他有個百分比 你外來的酒 不知道不過多少 就可以當是法國酒賣的 他有個規矩 就是歐盟有個規矩 來源地規矩 他就 當然是一車一車的 那些 冠裝車 就把那些 這個紅酒混合過去 結果他的酒莊 是被人燒了 他儲存紅酒的缸 是被人搞爛了 然後警察還被人做 是在隔壁 發覺 紅酒業的人 是被人打他 只是讓走那些人去搞他 就是這樣 你要知道有些文化問題 就知道就是這樣 Chip now就是 法國最好主要的城市 是摩洛哥 那個不是叫摩洛哥 那個叫摩納哥 摩納哥 摩納哥 那個自己是一個公國 這個摩納哥 那個地方當然好 那個地方是很有錢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 那頂頂頂就說 法國有金屋床人專偷東西 其實全歐洲都有 就是這個 但是你說 是不是他們專偷東西 那 老實說 沒有辦法的 他是有賊的 到處都有賊 你去歐洲就像 就是 行李放在車裡 可以整個車 尾箱和你撬開 偷了行李都可以 是這樣的 好 好了 Chloe就說 建議鑑洛哥 讀音樂 就覺得 這個 法國幾好 有人照顧都很重要 走少許多冤枉路 是的 哈哈哈哈 我就是千位司機的老爸 剛剛那些賊真是恐怖 好像九十年代廣州火車站那樣 好過名搶少許 我覺得他比九十年代廣州火車站還差 他比較像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告訴他 比較像 就是亞運之前的天河區 就是天河體育館外 因為天河體育館外 就是湯死牛 不是 就是沒有這個 亞運之前 他沒有那麼多監控 嘩 死牛可以湯 就是跟這個 就是歐洲現在的情況 真的很相似 哈哈哈 那 那 夷老先生說 想他有一個好的環境練音樂 那你要看到 他照顧到他人 就是要是否介意他在家裡練音樂 就是有些人是很不喜歡家裡 就像在家中 就是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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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那些是不行的 或者是 你的人有點憎恨音樂嗎 是的 有人很憎恨音樂 你真是沒辦法 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的 那 有人照顧是好很多的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而且在Toulouse那裡 其實我很嚮往那個地方 為什麼呢?因為我喜歡看飛機 如果我沒有記錯 Airbus 最大的飛機 以前A380 都是在Toulouse那裡陷阱的 其實我很想在那裡住一段時間 但我當然沒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我會再去的話 Jacky 我有沒有買旅遊保險 我出境當然有買旅遊保險 我一定會買的 還有一件事我提醒大家 有些信用卡是有提供旅遊保險的 你記得你要用那張信用卡去買機票 以及訂酒店 那麼 有那個記錄在這裡 信用卡提供的醫療保險 對不起 醫療保險提供的旅遊保險 才會生效的 如果你不是用 即是那張信用卡 去給機票和 這個 酒店的錢 它是可以不給你 claim的 即是不要想說 為什麼要收手續費 現在很多地方的 酒店 即是航空公司 你用信用卡給錢 它不知收到百分之二的手續費 如果你要啟動你的信用卡 的旅遊保險 你一定要給那個手續費 如果你打算不給 省了幾百元 然後你打算 claim那個信用卡 說 稅用卡 我有旅遊保險 它不會給你claim的 這個一定要提醒 你的稅用卡 有的 即黑卡 有的 你的要求就是 你用那張黑卡 去給 你大部分的旅遊支出 它的 旅遊保險 才會生效的 一定要看清楚 條款 提醒一下大家 先提醒一下 好了 來到這裡算了 有人問金谷賽人是什麼人 其實 這些其實 有歧視性的東西 其實 這些就叫做 羅姆人 其實傳統就是游來游去的 叫做 Roma 有些人就叫Gypsies 他們是跨境民族 Gypsies 就是 這個 Gypsies就是 英文 其實就是 他們是不是 印度人 他的源頭 人家就說是在印度北部的 但是 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樣 長期游來游去的 即是流氓來的 不是說 他是 盲流 不是那些 但是他們是周圍走的 他們是有千璽的 就是 你說他是不是做賊 其實 老實實 就是 我很粗錢的看法 就是 有部分 不是全部都是 不是全部都是 其實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這件事就說完了 那 因為 我也沒有預備 所以 能夠知道的東西就說了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就 講一下 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是 你看 我們 發生 是 有些人 你 你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